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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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你还做到了口味的多样性 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 夏雪你确实做得很好 好像 细节 把握细节很重要 我才不是这样的 宛如 你快看小美学你学得好像啊 真的吗 你学小美也好像啊 无聊 一大清早的无聊 葛光 说一下具体情况 死者谢灵 二十五岁 独自一人租在这房子 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两点半左右 看一下事情 胳膜自杀 而且脚踝处有雷落的瘀青 死前应该被拖拽过 还发生过新闻 那把刀应该就是他自杀的工具 他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想不开啊 对啊 对情所困 有没有干净赏事啊 你们都错了 这不是一起自杀 是一起谋杀 骑手台上的一切物品都摆在左侧 而我们一般习惯摆在右侧 那是因为 我们习惯用右手拿取 死者谢灵左手的中指 有一层厚厚的老茧 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鞋子都会留下的痕迹 我们每个人都有 所以 谢灵很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但是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她是个左撇子的话 她理应是拿左手 去割右手的手腕 现在 她的伤口就是在左手上 不许她突然想用右手呢 不就割个手腕吗 左手没割几个一样啊 那好 鼠标摆在电脑的左侧 而且桌面上 也有因为长期使用鼠标 而留下的划痕 这足以证明死者谢灵 是一个左撇子 人的左右手习惯是天生的 很难被改变 更何况她自杀的时候 会本能地遵从自己的 原始行为习惯 所以 这是一起谋杀 凶手之所以把凶案现场 伪造成自杀现场 目的只有人吗 就是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 小美 你看宛如也不是那么好学的吗 谁说的 要学也不难呢 那好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凌宛如 我就是曾小美 换就换 谁怕谁 你俩能不闹吗 我这说正经事 查案哪 宛如 你能确定这是一起谋杀案吗 对 这就是一起谋杀案 那好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分头行事 看有没有线索 对了 这钱包是死者的 里面的钱一点没少 家里的东西也没有动 应该可以排除入室截杀的可能 薛林不是单身吗 最男人是谁 我还会很难 是的 那我说 您好 是吴总吗 陈涛 陈涛 请坐 这不是和谢灵合照那个男人吗 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 我们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找您了解点情况 您公司的员工谢灵 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 我们怀疑是谋伤 谢灵 他好像半个月以前已经辞职了 而且他自己的情况我不太了解 辞职了 为什么 这个你就要问公司的人事了 我坐在这个位置 是不会考虑那么多事情的 吴总 那我们去打开天窗说亮话嘛 我在谢灵的钱包里 发现了你们两个的亲密照片 你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你知道的 肯定比人事故多短了 对吧 咳咳 好吧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我就不隐瞒了 我跟谢灵呢 确实有过一段不该有的感情 不过我们早就分手了 而且 很久没见过面了 只不过 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跟我提起过 说有一个男人在跟踪她 我觉得这个男人跟她的杀害 有很大关系 那你对这个陌生的人有多了解 不了解 好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呃 呃 该吃药了 有点讲话也开会 吴总这位是 哦 这是我太太田璐 也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您好 XPD 陈涛 你们聊的也差不多了吧 那好 吴总 那如果有情况需要跟您了解的话 我们再联系您 再见 田董事长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我们想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十分钟后我有个会 想了解到我办公室来吧 打扰 嗯 田董事长 行了 前台已经跟我交代过了 谢霖 谢霖三个月前 就已经离开我的公司了 早就跟我没关系了 谢霖除了是你们员工之外 和你老公私家也不错 买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也就不瞒你们了 三个月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不知道我要切了这份文件 咱们给损失多少 怎么 你来承担吗 老吴啊 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以后做事能不能又用心又用心呢 你跟贾方谈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程 我出门好不容易看下来你骨头 你要没把我的条件写进去 哪出去改 十分钟已经到了 恕不远送 这个男人真是够窝囊了 他的老婆也太强势了 来的时候忘了跟你们说了 这个前路从小是个孤儿 这样的人一般性格都比较独立 另外这些年 一个人把这间公司是经营的疯疯疯火的 至于他老公吴贵 你们知道什么叫吃软饭的吗 知道啊 可是他给乌龟递要的时候 还挺像前妻两股的 我刚才观察了他们两个人的微表情 我觉得乌龟很可疑 我觉得他一定在隐瞒着谁 走吧 婚警局 刚给谢灵的邻居做完口红 有活干了 我是在KTV打工 所以每天晚上都是半夜才下班 那天 我刚一下班进门 就听见外面有动静 于是我出门看了一眼 就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巴林斯的门口 东张西望 形起很可疑 那您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 我记得 当时虽然灯光有一些婚案 但是那个人长得很有特点 那好 那我们现在领您去做一个画像 然后输入我们的系统进行一下比对 好的 肖肖 我们把画像书电脑进行对比 发现这个人 跟一人有个偷窃前车的小偷 长得很像 叫赵海 两年前因为偷窃被判入狱 刚刚被放下了 而且藏城地点我们已经找到了 跟李德确认过了吗 确认了 来 那还等什么 走吧 来 老实点 幸亏我及时赶到 你们仨没事吧 看我干嘛 有人带相机了吗 白痴 这儿 看什么呢 通常希望 不是 不是 我看墙上那个赵深的眼神 好像在哪儿见过 哪张照片 这个 这个女的 确定是这个人吗 就是她 没错 确定 是 在哪儿见过 学校见过 我那天从公寓出来的时候 有监控 我没敢坐电梯 后来在楼道里碰着了 当时我是下楼 她是上楼 对 没错就是她 田东撒谎 她说这年离职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 确定呢 不简单 好吧 谢谢 田东撒谎 又见面了 咱们聊聊 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我没什么可说 那好 我请您 再跟我说一次 在案发的那天晚上 您在哪里 和什么人在一起 我在家 我跟我宝贵女儿单单在一块 那为什么有人指认说 在案发当天 在谢灵家公寓的楼梯口 有人看到了呢 看见了怎么 看见就证明是我杀的她 再说了 谢灵不是自杀的吗 没错 根据我们对现场的勘察 一切迹象都表明 谢灵的确是自杀的 但是 您知不知道 谢灵是个左撇子 一个左撇子 怎么可能会用自己的右手 去割自己左手的手啊 不管是他杀还是自杀 你们有证据吗 有证据证明是我杀的吗 如果没有 那抱歉 我忙得很 你是为了报复 是吧 您就不怕你老公知道你杀了人 而且杀的是他的情人 既然您还是这么不配合的话 那我们只能到您家去吧 到家里去把丹丹请过来 当然了 也有可能的确是谢灵自杀了 但是需要丹丹证明 那天晚上您确实和他在一起 但是 您要提醒我 如果丹丹在这儿 我们审出什么的话 这恐怕对丹丹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等等 吉林是我杀的 他抢过女儿的爸爸 难道不该死吗 我都把他开除了 可是他死底下还勾引我的老公 出事了那天 我真的在家 我就亲自上门去找他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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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也不怕我 而且在我面前还非常的嚣张 一来二去我就和他撕打了起来 我拽住他头发 给他拖去洗手间里 我坐在他身上 我拽住他手腕我就划了一刀 很快 很快他就没劲了 我就给他扔到洗浴缸里头 再然后 再然后 我就打开水龙头 我亲自看着水 一点一点都忘过他 一点一点忘过他的脖子 一点一点忘过他的脖子 然后 我不想治安 我不想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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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是个偷东西 这人不是我杀的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 你怎么知道杀人吗 你们抓我来 不就是为了调查杀人案吗 调查杀人案不假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实话跟你说 我看见了 我那天去公寓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我连一盯点东西都没偷 我就走了 你的意思是说 在田路进入谢灵家之前 谢灵就已经死了 吴总 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两个话吧 我跟谢灵一照片 铺 哎 ici 准备 干 把这桑子扑下来 与折四铃左手的忠识 和靠后的老姐 这是他XX的名下的能力 能力的目标 运力单身吗 我觉得四铃很有可能 屁着左铁 不是你觉得很奇怪吗 如果他是个左铁子的话 他里面是拿左手XX 我觉得突然显然右手吧 我就XX嘛 左手跟右手跟这样子 和对方的茅一特勿 我们这死者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发现死者胃里残住了大量的 安眠药和冲酒 除此之外 死者还怀孕呢 你的意思是说 在田路进入谢灵家之前 谢灵就已救死了 田路不仅瞎了谎 而且动过案发现 在田路杀死谢灵之前 应该还有一个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